我們來看看這個 我現在增加了一個之後 我們來看看 你在這裡面 其實它跟我們剛剛假上科技那個 還有很大不一樣 就是有鏡頭的概念 也就是說其實 我相信各位都看過卡通 卡通常常會有什麼 這樣子一個遠景 然後就一個近景 就是鏡頭又拉近 我們攝影機拍電也常這種感覺嘛 你看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鏡頭 對就是這個地方 你來找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這裡有一個 預設的它在最上面 那 預設的鏡頭就是我們這個大小 你可以來這邊按一下加號 有沒有發現有兩個選項 你可以再加第二顆鏡頭進來 第二顆 就是按這個加號 鏡頭那後面的這裡 按一下 你注意看一下上面 點到它 有沒有多一個進來的 這個這個 點到它 這個地方 你看喔 外面 這裡有一個鏡頭 你看我拉動一下 有沒有兩個鏡頭 有沒有 預設是一樣大的 一樣大 我就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比如說把它縮小一點 好 然後找 剛剛那位人凶進來一下 不能再笑人家了 換它唱歌一下 現在有它唱歌的 我們就來看看喔 這裡我稍微縮小一點點 好這樣子 那如果說它在唱歌的時候 我的這個鏡頭 我就可以拉近 看著它 這樣有什麼感覺 我們看一下 你看 標準的是不是在這裡 可惜看我時間怎麼拉動喔 有沒有靠近的 比如說它在 我們在講解一個過程的時候 如果有東西看到全景 然後就拉近 就可以看到比較近的 對不對 近景的部分 你就可以這樣再把你的重點 是不是講出來 然後等看完了 我可以這樣往後退 再加一個 有沒有 你看這邊 它就問你 你要加的是屬於這一顆 還是這一顆 有沒有看到這有兩顆 你可以加一樣的 加一樣的代表一件事情 我看到你看一段時間之後 我現在想要平移一下 比如說拉過來 等一下 鏡頭二 我點到鏡頭二 將它拉過來一點 這樣 那這樣有什麼效果 你看 一進來 講完了 我就往右邊 有沒有拉過去 因為你要想 你現在就好像很大的什麼 畫質 你要放近一點 放遠一點都可以 因為這些是不是都是向亮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有不一樣的感覺 雖然是一個場景 可是我可以做不同的變化 這樣知道什麼叫鏡頭了 這個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還不太夠 沒關係 我們再加個東西進來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背景有前景 各位 各位喜歡有背景一點的 還是要比較喜歡有 前景一片光明的 背景那你可以換 就是在這邊 你不喜歡的話 他也內建的 我們剛剛都是直接從左邊這邊 整個場景進來 那其實如果你是背景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增加 我只是單一張圖片 請問行不行 可以 所以背景比較沒問題 我們要看是前景 前景 你要按一下 這些都是現在 2.54之後 增加的功能 增加的功能 你看我按一下前景了 之後呢 我先把背景關起來 好了 你看 按了之後下面有沒有多一個前景 多一個圖層 那他因為放在最上面所以點一下 如果你是晚上的孔明燈有沒有 我們就叫他 這樣這樣有沒有就有燈了 知道前景跟背景差在哪裡了吧 這樣有沒有很快 然後你就進來 是不是就OK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也內建的很多 那你真正 預覽一下也OK 從一開始的 做完了 你也可以輕鬆做的 Motion Graphic 狀化設計師 他預設播放房子這邊 它不一樣 反正第一張做完就播第二張 好又做了這個 對不對 當然你時間沒有那麼長 你可以自己縮短 可以自己縮短 有沒有發現還有轉場效果 這樣OK嗎 你看看我們現在 差不多 上了兩個小時多一點點 你有沒有比別人 好像 上了兩年再多一點點 雖然說 這些不是你自己做的 可是你會組合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因為你用這些軟體 我們要的 就不是原創 而是說你怎麼樣去完成你的工作 你的任務導向 因為 生活裡面 或者是工作上 社團上 有些時候你加這些東西 就比較有吸引力 就比較有吸引力 這個是 給大家看一下 你也可以這樣做 來 請大家 試看看 看吧